2018年的暑假又快过完了,新二代刚放暑假时的欢乐镜似乎还宛若昨天,面对认真上了半年学的孩子,大部分明星父母在孩子刚离开学校的头几天便当孩子次处浪了起来,比如连志颖带K人去了趟美国,王远伦带王诗林游了趟迪士尼,孙力带一生儿女去了趟英国。 相比于其他匆忙带孩子旅游一两次便重返工作岗位的明星父母,孙力则非常不一样了,整整吸引了一个暑假,陪等到和小花妹妹环游世界,这好起冲天的做法,只要不少网友知乎,也想有一个这样的吗? 近日,孙力在微博上晒出了一张照片,图片里的他看起来十分高兴,此刻正对着镜头壁画剪刀手。 不过大部分网友的注意力,却放在了他不太亮眼的着装上,甚至由网友扒出了孙力一身行头只用四五千而已,广大网友十分神奇了。 相比于还算低调的穿着打扮,少部分网友的目光,落在了孙力的鞋舌头上。 看来明星穿鞋也会和我们普通人一样有些舌头跑偏的困扰。 不过也有网友质疑,这是孙力特意这么穿的,毕竟这样闲腿长,娱乐圈的时尚果然,不是一般人能想到的。 除了这些适量定乱,孙力配玩也成为一大点睛之笔。 哈哈,老母亲孙力之所以这么高兴,全是因为熊孩子即将开学了。 带了一架新孩子的孙力此刻的心情,估计和大多数普通父母一样,网友们也是十分搞豆了,虽然孙力开心了,但很多网友立马替老师烦恼起来,增纷留言评论道,咋这么快又开学了呢? 哈哈,这么想想老师也是挺辛苦的,开学陪别人家的孩子,放假在家陪自己的孩子。 求老师此刻的心理阴影面积。 作为老母亲,相信大多数人的心声和孙力是一样的,其实不止孙力,就连父老男神林志颖也曾在微博上发完吐槽自家三个儿子。 从林志颖PO出的配图可知,加油熊孩子的破坏力真的非常大。 除此之外,双子星日常也非常喜欢,像普通小朋友一样四只碎撒沙发底。 更重要的是沙发上有什么双子星,就会把他们扔沙发底。 原来明星家的孩子也这么接地气,不过孩子小时候虽调皮,但时光也只有那么两三年,大概这也是孙力不惜停工陪孩子成长的原因。 毕竟孩子的成长只有一次,为作丽的育儿方式点亮小星星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